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徐璇 今天導放邀請我來 做一個花束送給我媽 嗨 大家好 我是徐璇媽媽 我好像很矮 我好像很矮 對 然後我現在要開始做一個 一個花束這樣子 動褲口 對 再轉花 什麼意思啦 這樣子等會花束才會漂亮 是你要做給我的耶 聽說Vogue有一些問題 想要問我們 講我媽一句話的話 他應該是認真魔人吧 就是認真過了頭 不會啦 哪有認真過頭 就剛剛好 那我咧 你喔 又貼心又迷糊 什麼迷糊 超迷糊 什麼迷糊 真的超迷糊 文明就很精明 哪裡迷糊了 我覺得我沒有 但是我們整家人都說我很迷糊 我覺得我沒有 就至少工作上面沒有 但是生活有一點點小迷糊啦 一點點 哇真的好多耶 有很多到俗情 但是老人家有點忘記了 很多 很多好不好 你現在竟然說不出來 好像有點樣子 但是要稍微高一點點吧 我再鬆一下這樣 和對方學到最重要的事情 比較多應該就是保養啦 因為就是我從小到大就是 常常就是看他一直在擦擦摩摩 擦各種地方 抹各種地方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保養真的很重要 然後他第一瓶給我的保養品 就是打棒的療癒小粉紅 他就是要在最基礎的時候先打 他可以先放在最前面 他會幫助所有保養品的吸收 而且完全不會過敏 超好用 因為我超級容易過敏 就是這瓶真的非常好用 他用起來就真的很安心 裡面就是成分都是天然紫脆 然後所以聞起來香味也很香 然後都是花香掉的 我就是然後用起來 也是會覺得很紓壓 快很快就可以吸收 我真的很喜歡 妳說妳喜歡什麼花 其實我很多花我都很喜歡 像牡丹啊 只要是抓都很喜歡 這個是牡丹 對這個是牡丹 這個是羊甘菊 對 羊甘菊就是這個白色的小花 然後羊甘菊我自己很喜歡 是因為它可以放鬆舒緩 光聞這味道 你就會有那個紓壓的感覺這樣 其實我希望她能夠永遠保有貼心啦 都是 其實她是一個很貼心的人 但是我希望她永遠都很貼心 不能夠改變囉 結婚也不可以改變囉 那你可以稍微脾氣好一點 很好了 不然對我爸好一點好了 別這樣說 我爸很可憐 就是我媽就是 她付出很多在我們家裡面 然後花了很多行李 然後就是我自己是 希望說她以後可以 就是自己稍微放鬆一下 然後我去做一下SPA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我好像不懂得 什麼樣叫放鬆 對 也是需要放鬆 這是我自己做的母親節花 送給妳當母親節禮物 謝謝 怎麼樣 我做得怎麼樣 感覺不錯吧 我也當得滿好的老師 然後還有這個 妳最愛的保養品 這裡 很棒吧 是不是最棒的母親節禮物 對 非常開心 很開心可以跟她 一起有這個工作機會 因為是我們兩個 第一次一起拍 就是這樣的影片 然後又可以在這個 剛好靠近母親節的時候 我覺得很棒 她剛是有說生活上有一點點 不是一點點 很多很多點 對 不行會快快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對 其實她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會這麼迷糊 我常常希望她能夠帶心 帶頭腦出門 所以我會覺得 欸這個迷糊的部分 可不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完蛋了 對 她非常貼心 她非常貼心 她真的是一個非常貼心的小孩 對 不要哭不要哭 沒事不要哭不要哭 她什麼都可以哭欸 傻眼的 會摸啊 剛剛不是之前搞瘦的事嗎 哈哈 我也不知道